好 那麼您進到我們這個網站之後 您到左手邊這邊 您可以先看到我們整體的 整體的大概是這麼長 因為我現在畫面比較小一點 可是事實上各位其實如果你平常在看應該可以看得比較完整 我只是讓你先看到整體的 整體的 那我們主軸上來講的話 我們主要針對這五大項 第一個 因為你要數位學習 總是要先準備一下嘛 對不對 最基本的準備就是把兩個瀏覽器準備好 一個叫Google的Chrome 另外一個叫Firefox 用IE 請你say no 沒效 因為IE的話真的 你會遇到比較多問題 可能有些網站 尤其是舊版本 假設您還在用Windows SP的話 有些系統可能您不得已還在用SP的 你就會發現在SP上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效能也比較差 所以第一個行程準備我們就是帶各位去看一下 這兩個怎麼設定怎麼用 比較容易上手 我們把幾個大家 針對呢 我們就特別選的必修跟選修 必修是一定要獲得選修裡的慶菜 至少讓你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那你可以去看考一下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呢 我們針對什麼 你要做數位學習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要會找資料 對不對 因為現在Google也好 或者是網路上資料很多 那你怎麼找到你的 比較適合的 再來就是 現在 有沒有線上學習網站很多 有沒有電子書 很多 所以我們針對什麼 這兩個部分 數位學習的還有什麼 電子書的部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網站 你可以去看一看的 也許有些你知道的 也許有些怎麼樣 可能你不知道的 但是這些 真的在網路上好多好多 我們只是稍微幫你整理介紹一下 再來就是 因為現在行動裝置是越來越方便 你會動的嘛 所以說 怎麼樣在你的行動裝置裡面 比較方便的去 整理資料 甚至收集資料 那這裡面呢 就是在第四個單元 我們跟各位分享 最後就是 協同教學 還有協同合作 因為 網路國界 所以 像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協作平台 包括 網路硬碟在協作平台那一節 可以有講過 就前面第一堂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內容 你有興趣的 您都可以直接到哪裡 到我們上面這邊 左手邊有沒有 從這邊 那麼你也可以從這裡 四月七號的影片 我們上課 演習的部分都會有錄影 那這些影片呢 都會繼續留在這邊 所以如果您覺得有興趣的 您就可以從這邊進來看 那這些演習的影片呢 原則上我們都會盡量在十分鐘以內 所以都有針對主題 您這樣再看應該會比較清楚 這樣比較清楚一點 那點進去呢 就可以直接跟這個主題 把以前的內容把它播放出來 那這個呢 也是我們在這邊 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現在的這個翻轉教室 概念很多人應該現在都聽過了吧 對不對 翻轉教室 怎麼樣才叫翻轉教室 學習不見得只在課堂上 你在網路上 老師的教法也可以做一些改變 那最有名的 應該就是我們這位可汗 那個可汗學院的創辦人 對不對 那最近剛好天下雜誌也有一個 那個什麼 40個超越自己的 好像是特刊嘛 裡面也有介紹他 也有介紹這位 所以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只是把幾段影片 list在這邊 讓各校了解一下說 有這樣的東西可以用 那這裡呢 也有一個 教育廣播電台的 這個 那個錄音檔 也是在介紹所謂的翻轉教室 這個是那個 台大業 那個葉教授的 所以您可以 就是做個參考 好不好 那這個呢 我先講到這邊 那待會呢 我們要進到第一個 我就先到這邊 我來看 我來看